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四个方面是形成了一种合力的 这个四个方面就是危机处理四个方面 我认为第一就是军方 军方要一个表态 因为这个毕军是一个设计了我们的安全的一个事件的爆发 所以军方要一个表态 那我们马晓天副总裁在第一时间就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那么第二个这个方面的就是外交部 外交部发言人马上表态 这个中国的军方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明确的立场是坚决反对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就是学者 学者出来要解读 你为什么反对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那么另外就支招 就说是你作为学者 他就要出智慧 就说怎么能让这个危机化解掉 让他这个指出一个路径来 那么更重要还就是一个这个媒体和这些舆论的压力 这是你看看那个网民 我看到我们这个马晓天副总长这个发表讲话以后 那个网民上半个跟帖 上半个跟帖 那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他美国他他有很多这个在驻华使馆 在香港的他一些领事领事馆里都有很多的 这个美国的一些人员他负责要收集这个色情的 那么从这里头他们会感到这个中国民意的这种压力 美国不是讲这个民主社会吗 你要尊重那个美国的民意 那你中国的民意也要遵守 我看了这个这些上万个跟帖啊 那么有些当然也觉得我们说话可能说的过于强硬 有些人觉得我们说话说的还过于软弱 我说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我们取中间的起码就是80%以上都支持中国军方和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也对美国他在考量他的这个权衡 他利弊的时候他也要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说从这次那个我觉得啊 这个从军方外交界学者和民意就达成了形成了一种合力啊 是让美国感受到了这一种啊 中国的他的这一种严正的态度啊 所以说美国他老说是要中国人拿人权来说事 人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是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民意他表现出了维护我们人权的一个最大的这么一种 这个这个一种民意的一种基础 所以我觉得美国呢他在这方面他是要三思而后行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再继续请教 在这方面我们另外做深入而是具体的讨论 我们先去一会儿广告 广告之后再继续欢迎之后今天的新闻基础展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就这次这个美韩的在黄海或是东海军事演习的问题来衍生到 我们今后在处理类似的危机事件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我们危机处理的机制问题 想请教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副秘书长罗元少将 罗元少将您刚才也讲了 我们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这种一连串的危机处理的方式 可以说这个非常的按部就班 可是那些方式从也许从美国某一个方面的角度 你都是说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你做得怎么样 所以呢我们在7月8号公布了我们在东海军事演习的这个视频 就这两天我们在烟台附近的曾经举行小规模的 万一这个地方碰到什么紧急的状况 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后勤这个系统如何去进行这个作业 这个是不是我们借着这个实际的机会要警告美国 我不是只有口头上的这个这个说说而已 我事实上是我有实际行动的决心呢 这个我们已经有声明了 就是我们的东海演习和在这个渤海湾附近举行的这种演习 都是一种例行的演习 不是说是针对的某一方 但是呢我们也说我们也是讲这个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 我是这个动机 我们是一个例行演习 但是呢他产生了一下什么样的效果 是对方的一种心理感受啊 就是说如果一般是作为作为和平实者来看 对他没有关系 这种演习对他不构成任何心理上的压力 但是呢如果他别有用心的话呢 他也会你你不说在这搞演习 你搞别什么东西 他也会有这种这个心理上的压力的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呢 只是一种感受而已 我们对外讲的啊确确实实我们也是一个例行的一个军事演习啊 那么以后我们军事演习以后这些都是常态化的东西啊 那么但是现在我就讲到了刚才讲到危机处理了啊 就是作为危机处理你说你要拿出一些行动来啊 那么危机处理行动我想就是这个危机处理的就是我们采取哪些措施来进行危机处理 不是光口头说啊 所以我这个我觉得应该做到有礼有利有节 你首先你要站住礼 你站不住礼 你拿出多少行动来都不行 你只要站住礼 我觉得我们这次呢 就首先跟这个有关各方我们谈到了我们的站的什么礼呢 啊 我们讲说我我在对外讲的时候我讲的有五大理由 第一从我们的安全理念上来讲啊 我们安全理念我们毛泽东讲了一句话 睡他之盼其容他人憨憎四起 对 你在我旁边睡觉床的旁边打呼噜我都不允许你 你在我旁边玩枪弄将我能允许吗 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防御战略 我们也是对外已经也是非常透明的 不是说我们军事不同明 我们军事很透明 我们积极防御啊 积极防御其中的意思就是要预敌于国门之外啊 所以这个我们是把我们的第一条理由我们公布出去 就从我们的安全理念上 从我们的军事战略来讲啊 这个第二呢 就是从我们的战略思维上来讲 我们是从最坏处早眼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啊 你现在到这儿 那个美国航空母舰不管来不来啊 你针对谁 但是呢 我们确确实实有一种安全上的顾虑 我要做最坏的准备啊 那么我最后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把硬化把丑化我说的前头 到时候就物为言之不欲言啊 我跟你说了啊 最后发生了一些情况 那你是要负责任的啊 那么我想第三个我们也给你讲清 这是从地缘战略来讲啊 这是我们的金鸡门户啊 我们在这儿有历史伤痛的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啊 这我们也给他们讲明白了 第四个就是从朝鲜半岛的这个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来讲啊 你在这儿搞演习啊 他不能去解决危机 他很可能是危机升级 甚至要演发出新的危机啊 这个会影响到地区安全稳定的 那么第五个我们也是向美方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就是我们以前前一段马耀天副总长已经讲到了 我们是要积极促进中美军事交流的 那么积极促进中美军事交流 我们也给他亮出了我们的底线 就是现在三大障碍 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军机军舰 频繁的到我东海南海地区进行高强度的敌进侦察 你现在不是军机军舰来 你航空母舰你都过来了 那你说这种 他不是就是本来我们是想啊 这个促使中美军事交流朝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结果你在这儿呢 横生之劫啊 你这个实际上是破坏了中美军事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氛围啊 所以我说我们讲到有理在道义上 但到这个道德制高点上 我们是占助了理的啊 你美国在这儿是施理的 那么第二就是有利啊 有利就刚才远先生讲的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手段要有一定的措施 那么我们就讲了如果你美国航空母舰来 那么你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模拟演习的这么一个参照物啊 那么我说我们不是说进行什么实弹实枪的 我就现在演习都是进行模拟演习啊 那我就可以知己知彼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 那美国他也会想到啊 从他自己自身安全角度来讲 他也要权衡利弊 你看这个还有必须ást 那么你点吧